中共海协会长陈德明今天到台湾进行两岸高层会谈 下午陈德明来到故宫 而就在故宫外的道路两边 由法轮功学员拉起巨型横幅 要求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等人 并呼吁陈德明把反迫害的诉求带回中国 法轮功学员在路边拉起起木横幅 要求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 并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而中共海协会长陈德明的车队 就在法轮功学员震耳欲聋的反迫害口号中 急速开过 法轮功大法好 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大法 陈德明任中共海协会长后二度来台 每次都有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 陈德明去年拜访郭台明 曾经私下说 只要看到横幅 就知道参访地点到了 台湾法轮功学员呼吁陈德明 将停止迫害的诉求 带回中国大陆 让他们能把我们的意见转回去 让大陆了解 我们是一个求善的团体 没有要甚至诉求 所以希望他们能停止迫害 尤其是在活灾器官的这部分 我们也希望全世界人都要来赶快来呼吁制止这项迫害 忠心的希望各国政府还有善良的朋友们都能够挺身而出 共同谴责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陈德明访台三天 除了前往故宫与木炸动物园 其余大多停留在圆山饭店内 而法轮功学员 将持续在饭店周边的中山北路上 举行反迫害活动 直到陈德明离开台湾 新唐人也的电视 林家伟台湾台语报道